龚女士是义乌人在杭州工作 5月12号她和姐姐去唐溪古镇玩 唐溪最出名就是琵琶嘛 那我回来我从那个古镇里面玩玩回来之后 我在那个停车场碰到一个老爷爷 他在卖唐溪琵琶 刚开价也是20块钱 那后来我说那我买多一点能不能便宜一点 他说那就16块钱好了卖给你 他那个称上面是13斤 两蓝是13斤 照片中两蓝琵琶称重是6.66千克 也就是13.32斤 一共213块钱 龚女士说回家途中 她想再多买一些琵琶送给亲戚朋友 就在秋师北路上又找了一家琵琶摊位 沿途我问了两三家 然后呢他们的开价都是20块钱 我说那我买多一点能不能便宜 后来找到第三家的时候 那我说我们多买一点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 他说可以 那我说那15块钱 他说卖不了的 我说那你不卖那我就走了 他说那好好我卖给你 那卖给我了之后呢 那我就舔了 我说我要买60斤给我装 三斤一蓝 就是给我装20蓝 我说我也不让你亏 我说那你框要钱嘛 那我说那你加了框 装三斤就好了 这次龚女士也拍了照片 显示其中一蓝琵琶的称重 是1.485千克 也就是2.97斤 60斤琵琶总价是900块钱 龚女士说 老板又多送了一蓝 一共21蓝 我拿回来之后 我给杭州邻居也分了分 然后他们说 然后他们也是长辈提出来 这三斤是不是有点少啊 这不然后呢 他就拿了个秤秤了一下 我们也没有概念 后来他告诉我 上来之后跟我们讲 你这琵琶 每一都只有两斤 我说我们不可能啊 我说我们也没吃 又不是我们 我们没吃掉过 然后呢我们也自己拿 后来就拿了秤 自己每一蓝都去秤过 就是每一蓝都少 少一斤 就三斤少一斤 后来 龚女士把在第一个摊位 买的枇杷也拿去称重 两蓝都是四斤左右 加起来是八斤多 龚女士说 他买的都是白沙枇杷 现在第一家买的 已经吃了一部分 他也不追究了 第二家买的 还剩下十一蓝没送 放在车子后备箱 正准备带回去 送给老家的朋友 那我们先来称一下 他第二家的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动过 只有一千克 那就是有两斤 都只有一千克 这里只有980 两斤的不到 958克 这也只有1000克 这就是称的问题 是他们自己故意的 就是把这个称做多了 龚女士当时加了 第二家老板的微信 发现情况后 她找过对方 我后来我跟她 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质问过她 我说我也不要你那一栏 送我了 那你现在也少了我 那个18斤的钱 你要还给我 送到18块钱 乘以15的话 是270块钱 那最后 她只赚了我250块钱 而且她还说一句 我们这条街上 都是这样子的 你今天算我倒霉 我全退给你 那你们 那你们 你们缺金少称的呀 如果说你不缺金少称 我都没有关系的呀 你缺金少称 你现在是 你三斤少了我 我一斤啊 你现在不要来搞我了 昨天我就看见你了 今天又要讲话了呢 我再做这么多别的 你也不要钱了 你也给我一钱了 什么叫我 我吃你什么东西 我就吃你两三颗东西 你就觉得 我吃你们两三颗也有钱的呀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都这么 这个缺金少称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 再打过去就没有人接了 供女士表示 她的目的不是退钱 而是担心其他人 遇到相同的情况 但做生意 这个明码标价的东西 你说你不卖 他觉得太便宜卖给我 你可以不卖的 但是你不能说是 说这样欺诈下卫生 不管它是20块钱一斤 30块钱一斤 我估计都是少的 采访当天 供女士着急回一屋 就提前离开了 那买枇杷 遇到缺金少两的情况 是个别现象 还是普遍存在呢 记者感到了唐夕 在秋石北路 靠近学运街一带 沿路两边 每隔50米左右 就会有一家 卖枇杷的摊位 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 这个有6斤多 刚才那时候 不能加莱姿的 这个你像这个呢 这有5斤了 像他一斤的 你要的钱一个莱姿 你是不能说莱姿的 称个5斤吧行吗 称个5斤 来着称个5斤 把这个5斤塞了 2600克 记者在第一家摊位 买了5斤多 一斤18块钱 一共支付了95块钱 记者又在不远处 选择了第二家摊位 刚刚信息采出来 我刚刚到这里了 刚刚到这里 刚刚再抓 他拿了 他这个拿了 是来的 拿了是来的 你看这么好的笔吧 摆插称个3斤吧 称个3斤啊 对 我尝一下 称个一块好不好 这多少重啊 这里 3斤半 在第二家摊位 记者买了3斤半枇杷 老板把零头抹去 收了70块钱 随后记者去了附近的 唐溪南越农贸市场 把两栏枇杷放在 公平秤上进行称重 结果是 第一家5斤多枇杷 实际重量是1.77千克 也就是3.54斤 少了一斤半 第二家3斤半的枇杷 实际重量是1.26千克 也就是2.52斤 少了一斤左右 你这称不对啊 你这称不对啊 路边称是不对的 啊 路边称是不对的 路边称是不对啊 嗯 你买了多少钱 我帮你补了 好了给他称 你们的称为什么差这么多啊 这么这么多啊 路边称都是一样的 路边为什么这么便宜 在你家里 已经摘要35块钱一斤 我们这里买的这么便宜 都是称了搞错 就是大年称 什么还是说的 因为买的便宜 你们啥的便宜嘛 我们说20块 你们说是6块 我们的土地 那个土地很偏的 所以你们的人 客户拉不进的 所以我应该要 必须单出来到这里来买 给到这里来买 人家买35块 我买18块20块 我就不甘心 我就是个称爽的 我们一天 是买个几斤了 这泡沫箱里 卖光了就好了啊 这几十斤卖光了就好了 聊着聊着 他妹老板还给记者透露了 他是如何在称上动手脚的 没错 我就是自己要称的话嘛 我把你自己找的手脚 有些时候这样搞一下嘛 这样搞一下嘛 多一点 这样搞一下嘛 少一点 调整这个的位置是吧 就这个牌子也摇一下 有些时候买的多 还爽的还不知道 我动的不小心的话 动的不好的话 还都怪人家呢 老板表示 他知道缺斤少两的行为不可取 并且已经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下一次来 我给你挨招来自买 不要吞飞你 你一看得到买就买 不看不到就不买 挨招撑就不行 打个比方 我自己来 买给你一半十块 你吃得消一半十块 你拿走 你吃不消就不拿 这样 对不对 我应该要这样买 记者在两家摊位买了枇杷 都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 摊位老板还直言不讳 路边的秤就是不对的 那么今年的唐溪枇杷 马上就要开幕了 面对这种情况 游客们又如何安心消费呢 记者向唐溪市场监督管理所 反映的情况 工作人员对街边的摊位 进行了突击检查 我们今天先拖击再说 那可拖击再说 我去几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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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提出扣留秤 他们老板抱着秤走开了 拿過來 拿過來 不要緊啊 拿過來 緊實緊啊 那個不緊 我們今天去叫 馬上去叫嚴果 到底整個不得 根本要馬上去做什麼 一百二十十幾年以來 十幾年以來 一百二十幾年以來 一百三十幾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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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上去拿 我們去找公平生去撐 你這把撐來 放上去 我們要去叫嚴果 不是 偷進去呢 看到市場監管所的工作人員 有位正在買琵琶的顧客 也想撐一撐 剛好去朋友那邊 路過這邊 就買了 我也擔心啊 所以我前面我都沒買啊 他們說這邊還好的 你就買了紙巾啊 買了五斤 五斤 你覺得呢 有五斤嗎 自己感覺 我錢還沒付呢 我喝一下 他們老闆怕顧客拿了皮 怕不付錢 委託工作人員到 就近水果店進行稱重 小票顯示 重量是五斤多一點 價格是一百零一塊錢 看重量沒問題 顧客付了錢離開了 隨後 市場監管所的工作人員 把扣留的電子秤 帶回了所裡 這塊應該多種 一百 一百克 一百是真的 現在對的 所以 看一下這個吧 這個這個也對 從我們往常的這個經驗看 它主要是問題出在哪裡呢 就是它有一個電源關掉以後 它會重新就是恢復到出場設置 這樣呢就撐起來就準了 這個問題在這裡 我們每年都針對這個秋金少量的事情 前期都提前介入 然後成立專門的值班表 值班人員安排好以後 每年都是這麼去檢查的 前期的話一般我們怎麼檢查 前期就是一個點一個點的教研過去 如果發現有問題 我們就把它扣掉 好 那現在的話 為什麼還是路上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個呢就像雨後存存了 宋學軍表示 會把有問題的電子秤送到製檢所進行檢測 之後也會加大監管力度 記得還注意到 這些路邊的攤位都是流動的小車 有車輛路過時 老闆們還會衝上前來招攬客人 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 我們也向林平區綜合行政執法局 唐熙中隊反映了情況 原則上是不允許的 接下來我們會 上報領導聯合其他幾個部門 一起加大力度整治 盡量把他們都勸離到這種 就是資產自銷點位上面去 5月17號 今年的杭州唐熙琵琶節 將正式開幕 相信在執法人員的努力下 遊客們能買到分量足又美味的 唐熙琵琶 1818黃金眼記者報導 8毀 外本就是 結 電子 20 感谢观看